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的一个概念 概念一叫做三视图 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视图呢 这个视图的意思就是说 请看到旁边这个地方 就是以这个不同的视角 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一个立体的样貌 形成的平面图形 这个叫做视图 也就是说视图就是 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个立体的东西 然后呢,把它那一面就看成是 这个平面的图形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视图呢 根据你看的方向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视图 好,那我们来用一个积木的例子呢 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你把这个积木呢 这个前面呢 看到是一个这个爱心 那我们通常呢 以眼睛呢 正对着这个积木 这一面呢 就叫做前面 那我们从前面看 看到一个爱心 那这个爱心就叫做前视图 这个爱心就叫做前视图 那你当然呢 你如果说 这个把这个积木呢 翻一下 翻到后面 翻到后面来 从右边 然后再翻到后面 你从后面这个角度看过去呢 会看到一个圈圈 这个圈圈呢 是从后面看的 所以这个叫做后视图 好,那你再把它翻到前面来 那你再把它翻到前面来 那你要从上面的角度 就等于是说从上面看这个积木 好像从天空看这个积木这样子 你会看到一个叉叉还有四个点 这个一个叉叉还有四个点呢 就叫做 因为它是从上面看下来的 所以叫上视图 那同样的道理呢 你把它这个 再翻到前面 再翻到另外一面 再翻到下面 你就会看到一个 类似菱形的这样子的 那你 所以你看到这个菱形呢 这菱形是从下面这个角度看的 就叫做下视图 那你如果说从前面呢 把它翻到右边 你从右边看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三角形 那所以呢 这个从右边看 看到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呢 就叫做右视图 那这时候呢 你再把它翻到左边 你翻到左边看呢 你看到一个正方形 中间打一个叉叉 这正方形中间打一个叉叉 因为它是从左边看 所以又叫做左视图 好啰 这个呢 我们通常呢 都是这个 从眼睛直视的这个 叫做前方 叫前视图 那右边就叫右视图 左边叫左视图 从上面一看叫上视图 从下面一看叫下视图 前面的对面就是后视图 那这样 那这个本来有六面 照理讲应该有六个视图 那为什么这边只有讲到三视图呢 这个后面会详细的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边一直看下说明一下 ㄴ then 北边看下视图 edge主气用的 这边就是